全台灣的安心 全台灣的 由世界展望會舉辦的 集合三十勇士大會師 今年將有北中南大串聯 也因此找來藝人 無客群盧廣仲 徐偉寧和Alin擔任代言人 將分別前往肯亞 馬拉威以及台灣的偏鄉地區 關懷世界上每個角落 其中盧廣仲是第二年 擔任代言人他也在現場 分享經驗談 這次算是第二次參加G234 G234 我覺得很感謝市長 會讓我有這樣的機會 我只有在參加G234的時候 才不會吃早餐 其實我知道 這次有他我蠻安心的 因為這畢竟算是他第二次 做這樣子的 議局 反正我只要Follow他 而且如果真的不講話也可以唱歌 我會帶吉他去 對啊 而日前才剛結束小巨蛋演唱會的姐姐謝金燕 因為和父親竹哥亮之間的家務視頻上新聞版面 無客群被媒體問到此事 他認為兩人都有苦衷 也希望最後能有圓滿的結局 盼望外界別再關注給他們壓力 我覺得我自己在旁邊看這件事情的話 我覺得其實我看到的是一個七十歲 然後曾經犯過錯 但現在很後悔的一個 然後很傷心的一個父親 跟一個其實對社會都很有愛 然後也很照顧家人 但現在也很傷心的一個女兒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所有人不該再去批評他們 評斷他們 因為這不是戲 這是人生 我們不是編劇 而且也不要選編戰啊 這個不是選舉 別鬧了 所以我很希望他們有好的結局 但是應該讓他們自己去處理